去箱子 剛剛明天早餐都還沒吃 午餐多館 昨天晚上回來有點累 所以救援 開給大家看房間長什麼樣子 那今天就來補開箱一下 一進來的話這邊就是玄關區 然後他們的地板都是一樣的 就是沒有分內跟外 所以就是進來鞋子拖這邊 然後換上他們給的這個 就是不織布的防塵拖鞋套這樣 然後一進來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沙發區 那就有一個小小的插機 然後跟一個沙發這樣子 然後再來轉過來的話 這邊是 這裡是衣櫥 衣櫥的部分 衣架沒有很多就幾個 然後我剛剛把行李都先收進來了 這邊是廚房的區域 然後下面這裡是冰箱 但是我覺得這個冰箱應該是壞掉 沒有冷 他們提供的有洗髮精英洗澡的 然後跟一些垃圾袋啊 牙膏牙刷香皂啊 還有這些麵質 我附一碗泡麵 素的泡麵 然後這個是我昨天從飛機上面拿下來的 就是長榮給的飛機餐 然後提供一些茶包 欸有一個筷煮湖 他還不錯有一個筷煮湖 然後還有一個防疫物質袋 等一下再開給大家看 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這一袋是我從長榮拿回來的泡麵 然後還有一箱水 一箱水 不過我覺得我很快就喝完了 然後這是我的午餐 然後洗手台一個 這邊洗手台 這邊是廁所 廁所是乾濕分離 這邊就是只有廁所 然後再來這邊的話就是洗手台的部分 因為14天都要在這裡嘛 所以我會在這裡洗衣服 然後這邊就是我帶回來的 就是都是那種一回用的那種沐浴乳啊洗髮精啊 化妝棉什麼的 然後還有面膜 帶一堆面膜 基礎護理 然後跟頭髮的 然後跟一些簡易化妝法 因為之後要出去看一些事情 然後下方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就是有吹風機 他吹風機是菲利浦的 然後這邊就有毛巾 毛巾浴巾 然後這一格我就會放我的要洗的衣服 再進來的話呢 這一邊的話就是浴室的部分 浴室的部分的話有浴缸 一個有淋浴的地方 然後比較特別是 因為我這邊可能是頂樓吧 所以他這拉起來的話可以看到外面 那陽光也可以透進來 但是就是會看到對面的風景 所以洗澡的時候要拉下來 接下來移到這邊 浴室旁邊這邊就是有一個小小的沙發區 小茶几啊 不過這個桌子挺矮的 然後坐在這邊感覺會裝到桶 這裡也有一個很大的窗 這個其實我不知道這個架子是在幹嘛的欸 在浴室 可能是晾衣服的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拿出來掛一下衣服這樣 再來這邊就是床的部分啦 床的部分是雙人床 然後床墊是非常軟的 然後這邊就有一幅 機械組裝組嘛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有一個電話 然後跟空鏡鏡鏡鏡機 這還不錯喔 空鏡鏡鏡鏡鏡 然後這個都開著 這個我就沒有關了 他床頭的地方是這種 我在韓國也很想要買的 但是一直都沒有買 就是這邊可以放儲物的東西 這樣 三個 這個燈很棒 因為他們這間光線非常的不足 我就只能靠這個燈了 然後其實整間房間都挺大的啦 住起來算蠻舒服蠻乾淨的 現在先來吃一下 早餐或午餐 早餐是 拉雅的 紅茶 配蘿蔔糕 然後 這個是午餐 來看一下午餐吃什麼 非常久沒有吃到台灣有 哇 是便當菜欸 有 這個是三杯雞吧 然後海帶豆干跟一些菜 就是我今天早上拿了早餐 我要回家睡覺 然後吃飯糕 蘿蔔糕 來看一下就是 私家福發的防疫包 兩瓶這種生活運動飲料 一包泡麵 跟這個防疫包 看他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個體溫計 這應該是 垃圾袋 塑膠袋 喔 他還有就是那個 台中市的那個圖書館 電子書 運動類的 你可以掃球啊 馬上去看影片 然後做運動 然後還有垃圾 這樣就這麼包 OK 防疫包就這樣 簡簡單單一小包這樣 今天的晚餐 是便當 正方式的 好 好 吃飽啦 來去剪影片 因為沒有書桌 我就只好這樣墊起來啦 三十六點 三十六點 才剛吃完早餐啊 午餐又來了 真的是沒什麼胃口欸 放著吧 放著吧 現在飯好多喔 我都真的吃不完飯 因為飯真的超級多 今天的晚餐 聽到 喝了 喝了 五點 喝了 五點 五點 紅 五點 一早 還有我姊姊送過來的 還有兩包芬海 然後我姊姊還切了水果 拔了蘋果跟蠻蠔 衣服 欸很冷 讓它戴外套給我 昨天我的滑鼠 摔壞了 它這個感應器沒有摔壞 等一下我姊姊拿一顆 沒有在用的滑鼠給我 不知道能不能用欸 好喝路易莎 第三天其實有點無聊欸 不知道要幹嘛 除了看劇剪影片 然後保養自己 然後就好像沒了 今天一樣是吃圓形的便當 這是樹的炒麵耶 然後裝進去 然後裝進去 餐具啊什麼的都裝進去 然後 一定要打鼠結 等一下三點的時候再把這一包拿去門口就可以了 有沒有覺得我房間很暗呢 明天吃的飯是 一大塊肉 天啊這是肉太大塊了吧 跟臉一樣大 超久沒有吃到菜脯了 今天36.1度 今天是吃 蛋餅 這個應該是 綠茶或紅茶吧 我剛剛一直在畫畫 這個我非常滿意欸 不覺得很可愛嗎 跟我一樣到現在還會玩Candy Crush嗎 已經玩到1000多關了 好難啊越來越難玩 然後其實午餐已經來了 午餐已經來了 午餐已經擠 然後我要來配剛剛早餐的五湯綠茶 好久沒有吃八方元節了 記得我以前大學的時候非常喜歡去八方 給超多的耶 今天吃的晚餐是圓形的便當 然後有很多菜跟一點點肉關係大 今天是隔離的第五天 又是麥當勞 然後今天是吃 滿福寶耶 現在是下午的十二點五十五分 午餐拿回來了 但是還不太想吃 然後因為我等一下有報名一個 線上課程 所以等一下一點的時候要先來上課 這一次的課程是啥 行銷課 隔離的這段期間 能上一點點 線上的課程的話 就都去報名 反正是免費的 就是來上一下 衣服會出現在 你目前的包圍的弄牌上 甚至還可能讓情況變得更糟 耶 上完課了 沒啥想法 再來吃午餐 今天一樣是吃圓形的便當 然後有非常多的菜 牛棒是跟一頓菜 我還蠻喜歡吃菜的 所以趕緊把它吃完 再次下午的五點半 然後我叫了UberEats 但是UberEats免運的話要 49塊以上才有辦法免運 但是一杯飲料根本沒有辦法49啊 所以就叫兩杯 一杯是可以冰在冰箱了 一杯就是今天把它喝掉這樣 好喝 嗯 好喝 今天的晚餐是一個很快 太苦吧 兩半菜的一些 小白菜 我覺得這個蘿蔔絲還蠻好吃的 好喝 好喝 大家 今天的晚餐就到這裡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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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t烤 瑋魚沙拉蛋湯種 這是吐司吧 寫了半天 超難寫的 一開始我是想說就用我一般正常寫字的字體 但是我發現好像沒那麼可愛 可愛一點的話就用這個 像挺不錯的齁 但是不知道效果有 它其實這個也不錯 因為我自己喜歡的字是這種 我已經畫好了 你看把底層打開 也是蠻可愛的吧 這樣就差不多完成啦 這樣午餐要兩盒 感覺是玉米濃湯喔 好大一碗喔 嘚嘚嘚嘚 水餃 這應該不會是玉米濃湯餃吧 好香喔 就是那個麻油香 哇我太喜歡吃水餃 我真的超級愛吃水餃的 超大 今天的五湯 配更新為 目前隔離第六天以來 最好吃的 比昨天的那個便當還好吃 而且不用加 調味都很好 覺得韓國的水餃 我都覺得不好吃 第一個是因為它的皮太薄了 煮下去就爛掉 第二個是它裡面一定加冬粉 我 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要加冬粉 可能是想要讓那個 水餃的口感 就是更飽滿更充足吧 六點九分 來給你們看一下今天的夕陽 哇 空心菜 然後一個 一個肉 木耳 跟素的吧 三十六點二度 今天的早餐 依然是 麥當勞 豬肉滿腐寶夾蛋 我最喜歡的 然後跟 這應該也是檸檬紅茶吧 看下今天吃什麼 那趕快把上面的菜吃完 我就要趕快去煎一片肉 晚點見 掰 一樣是便當菜 然後 隔離的vlog 最後一個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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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大家 今天吃隔離的第七天 來分享一下我這個禮拜隔離的心情好了 我從第一天入住到現在 其實我是覺得時間過得蠻快的啦 我平時就是除了吃飯 然後看劇 然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剪影片 我這個禮拜總共生出了大概三到四支影片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剪影片中錄過 雖然就是有一點點乏味 但是我覺得還好的是因為我的房間有 有一個非常大的窗戶可以往外看 有點悶的時候我就會去窗戶那邊看一下風景 看一下外面在幹嘛 外面的車子跑來跑去啊 那也很剛好就是 我房間算蠻大的 有辦法做一些運動這樣 因為本來我是打算住小間一點的 不過那時候預訂的時候 就是我想要的房型沒有 就剩下這一間比較大 那我就OK好吧那就來住這間這樣 我覺得第一個回來台灣 感受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台灣物價真的太便宜了 叫一杯飲料 還沒有辦法打 就沒有辦法打四四九塊門開 所以我就啊 那只能叫兩杯 那兩杯的價格也頂多才七十塊九十塊 在韓國連七十塊九十塊都喝不了一杯飲料 頂多是一杯冰美式小杯的 回來有一種 就是感覺我會亂花錢的感覺 那我們就來期待一下 下個禮拜的隔離 會不會更有趣呢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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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